花蓮又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为了避免群聚增加感染风险 花蓮相信平常在假日喜欢散步跑步的 花蓮市美轮田径场也已经拉起了封锁线 到5月28号之前都是禁止使用的 不过晚上还是有民众无视禁令摸黑在跑步 消费单位会加强巡逻和劝导 花蓮市美轮田径场不管平日假日 一到下午或傍晚以后 就有不少民众会在操场散步跑步做运动 家长也会带着小孩一起隔着海景 放松心情的同时也呼吸新鲜空气 不过近日新冠疫情影响 花蓮目前累计四起本土病例 几日起也拉起了封锁线 健身房没开 不少民众以为还能来到梅伦田径场 也都铺了个空进不去 几日起到28日都不开放使用 也因为封锁的关系 厕所以及原本晚上的照明设备都关闭 不过实际走访晚上时段 还是看见有少数民众无视禁令 摸黑跑步在操场游走 疫情期间呼吁花蓮商亲配合规定 相关单位将会加强巡逻和劝导 这是这场邦彦华联士报道